明珠 又再來看到這個 這個儲備的準名 在在網路變成紅軍 配合這隻魚準的 賣名叫做最大 其實這個台語聽起來是沒什麼 但是就有人想到 發育的對當音 如果準當補來龍的 撲棒叫做最小 也贏去外地 有人補去人面穿 讓網友撤起來要變過 前老闆說名是老母好的 六月也特別去廟裡半壁 決定加準 賣名叫做最大168號 儲備的準名 贏去就大家在一起 新準入港棒泡在環境 這隻是從一九年到過流水的魚準 看到也跟這隻素材 不過你敢有競技到 準身上他們的準名 有時候兩隻是最大 最大 黏住後難免引起人的連勝 準自清新來解答 當初把這隻準給賣名做最大 想不到在港部叫定期準名的時候 都要計時是好日 這樣就來這裡做最大好 這聲的接下來變成另外一個意思 這樣也讓網友看一個笑到要翻過 這是廁所的意思啊 可以搞笑的吧 上大兩個字而已 你覺得還好嗎 是是 如果要登記的話 後面多一個號 就會覺得差很多了 更比較有趣的是 在這隻準的頂端 有一個用梳化白條的 這個破裂龍的撲棒 它的名字給作最小 這也算是專注一個深色鬼 不過它在那宿後也不會回公 其實大家都五歲了啦 這隻準最尾的名字給作 最大168號 不太有聽了 是 不太有聽了 怎麼會不太有聽了 主要是要翻杯 翻十幾百 也算是翻杯 怎麼會不太有聽了 我們老母好的 原來這是準主老母好的名字 以前買也有去廟來翻杯 說這個名字很好 真有意義 本來只是一隻 停在那片尾的當時而已 這聲線由於這個準名 給它很趣 在那個網路來撲紅 也來這裡做一個趣味的偽蝶 記者中學報導 就是 所以